在早期台湾 农夫们早上会在家中吃粥跟酱菜 填饱肚子再出门 而这个习惯也奠定了台湾人吃早餐的基础 到了50年代 国民政府带着面食来到台湾 烧饼油条身受工人们的喜爱 豆浆店也成为当时的主流早餐店 直到1981年 一位名为林坤岩的小贩 受到美国棒球场施热狗文化的启发 便灵机一动 开始在棒球场贩卖三名市 可惜生意并不理想 于是他改变策略 改开小餐厕到处兜售 汉堡还属于高级舶来品的台湾 林先生的评价三名市 成功引起人们的注意 结果生意越来越好 最终开设了第一家西式早餐店 美而美 台湾早餐店版图就此改变 有了美而美的成功 越来越多商人加入了早餐店的行列 原本的BOT三名市 也进化成什么都来一点的 总会三名市 到了2022年 全台已经有超过 1万家台式三名市早餐店 这就是台式早餐店的由来 我是肖膏 我们下次见 我不想要背那个包包 因为包包会一直掉 但我又很想要背它出门 我的困惑你懂吗 它最后都是我在背 我们好常遇到店家没有开 没开 那边有一家美而美 我们最近在健康饮食 我现在在想办法把我的总会三名市 拆开来 蛋白质 好就是肉 蛋 起司 蛋白质 好 菜要放在大格的 好 黄瓜 番茄 洋葱 然后面包 我超勇敢 我叫梅酱的 对 它跟一般的汉堡肉不一样 它比较扁 然后它比较甜 嗯 我吃的是里基猪排 你有觉得肉比较扎实吗 有 就是有些东西是凑在一起才好吃 怎么会呢 我觉得分开吃都很好吃 对 你是那种喜欢汉堡分开来吃的 一层一层吃我就会比较坏的 但可我不行啊 分开吃便 很乖 我吃到最后一个面包了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洋葱 啊 我先 洋葱包吐司 真的好酷喔 好替你难过喔 你今天都不要亲我了 好 哈你是不是看起来很开心 要吃的健康就是得分开吃 真的很重